離開香港 納錢走 這些東西大家都有眼睛看 逃亡、坐牢 怎樣保存香港的實力 怎樣可以爭取 接下來一定不會讓我們在英語世界那方面 繼續在香港裏面成行 香港的英語能力只有跌下去 找一群人可以去到聯合國 朗朗上口說英文 何韻詩在加拿大讀書大 黃之鋒 據我了解他很會用心去學英文 他是本土的人 但問題是他學的英文 後來找人教他 朗朗上口 所以香港人要繼續我們香港人的 identity 英文是我們必然不可以沒有的一件事 所以這件事情 大家為什麼要讀歷史 大家為什麼要有判斷力 就是在讀歷史裡面去學習 學習一些屌尾的案例 引證自己有思考能力 批判能力 反思能力 我們置身在現在的情況 跟別人對比的時候 我們有什麼東西要催急避空 有什麼東西要學習 這個就是我們香港人要理解的地方 如果我們 是啊 富奧巴斯你說得對 沒有其他國家去幫忙 我們就玩完了 人夠人多 武器也沒有 是不是 就是自己有分化 自己好的東西 現在一步一步散了 就是變成了一個 一國一制含著自願 是不是 所以真的是大想 我們真的有空 真的要保守一下英文 我曾經跟我的公司同事說 叫他讀英文 叫他理解一下 例如總理 I go to school by bus 是不是 林康正 I go to school by foot 是不是 總理的英文已經告訴他 他都不差了 是不是 而那些同事 個個都是以 英文差為榮 這樣 英文差就是當然了 香港人 這樣 我覺得是很難錯的 這是一件事 所以呢 大家 英文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要求救都要用英文 可以告訴大家 地球村的common language 永遠是英文 絕對不是普通話 OK?